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一旦过头了 往往走火入魔 那会发生非常多 要不然就是轻则伤财 重则可能包括连伤身都会有这样一些情形 那要怎么样看待信仰这回事呢 尤其提到什么恶灵啊 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这是呼噜你的吗 呼噜你的时候 你又该怎么分辨呢 今天在节目现场 我们要请到一些特别来宾 来告诉你怎么样维持一个对你有帮助的信仰 来 欢迎现场所有来宾 针对今天过度迷信 小心家毁人亡的议题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来宾 除了资深媒体人戴智阳 资商心理师林翠芬 民俗专家谢远景 前刑事警官谢文苑 以及律师沈静佳 好 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一则新闻 迷信恶灵缠身 此弑母以后再被神棍打死 所以两条人命 因为去年的时候 在云林 虎尾跟二轮的溪口 堤坊那边 民众发现有一具白骨 这白骨后面检井香咽之后 他发觉是一个女性 年纪大的女性的海骨 当然警方后面根据其他的种种激震 查出了这个人的身份 这个死者的身份 是原本有一对郭姓姐弟 其中这个姐姐她其实过得很不好 为什么 因为她结婚之后老公都对她家暴 那家暴常常打她 那她也自己在外面为生 还要带着自己的三个小孩 还要养弟弟 还要养这个被杀死的妈妈 之后她跟这个前夫离婚 离婚之后呢 那这个消息 这个邻里之间 小地方很多人都知道 然后就碰到一对诚姓兄弟 在当地是个无业游民 那好啦 他们听到这个郭姓女子的遭遇 在邻里之间听到这个遭遇之后 就找这个郭姓女子说 我可以把你消灾解恶 而且我知道 最近你们家可能会有这个火光之灾 结果还真的 讲完了没几天 她这个前夫真的到他们家去 放火烧房子 还是她叫他们前夫去 这个前夫大家都知道 这个国女竟然就这样子信了 就说你这是我的神明 你竟然知道可以预知我的未来 然后就开始信她 然后甚至把她在这个夜市 因为她在摆卤胃摊要养家的钱 全部供养给他们这个城市兄弟 好 这个城市兄弟一看 上钩了 就说好 那你们一家人 其实从以前过到不好 都是因为家里有小鬼 住到我们家来 我们家有这个结界 可以帮你防小鬼 所以这郭姓女子 带着她弟弟妈妈 还有三个小孩 租到她家去了 完蛋了 一租进去之后就变靖 然后这个郭女就 反正就变成她的那个发泄 兄弟俩发泄的一个工具 然后而且还要去摆摊 然后还要供养这兄弟俩生活 那可是呢 那这个弟弟呢 那弟弟有一点看不过去 就想说你又利用我姐姐 然后可是这个陈信兄弟 看出来这个弟弟 有一点点这个有奇异性了 就一直跟这个弟弟讲说 其实你过得那么不好 不是你的问题 都是你这些问题 你姐姐有常怂恿妈妈 从小到大对你怎么样 所以你才过得不好 未来要让你的生活转变 你只有一个一条路 就是把你这个 挡在你前面的大石头 就是你的妈妈解决掉 结果她就信了 然后她就当着这个陈世兄弟 还有她的姐姐的面前 徒手活活把妈妈打死 而且还拍下一段影片 接接目睹 然后这个陈世兄弟也目睹 打死了之后就把他送去 丢到这个溪边去埋尸 好啦 那结果 事情发生之后 大家都以为没人知道 那可是这个陈信兄弟 又为了要灭阵 因为打死的是这个儿子 然后就开始讲说 你的母亲 每天晚上都来缠我们 那我们也要帮你解决这个东西 所以那你要接受我们的那个 反正就把你的灵体打掉 还有恶灵退散 所以就每天打她 结果这个弟弟也被这个陈世兄弟 就活活打死 这所有的过程 姐姐不讲话 因为他都相信这个陈世兄弟 是在帮他消灾解恶 对 那后面警方查到他姐姐身上之后 原本查不出任何证据 但他们利用一些方法 把手机拿走去解密 之后才发觉 所有杀人的影片 都在这个手机里面 还有照片 也就是凭着这个照片跟影片 才破了这一集 害人听闻的案子 谢老师 光讲一个烧灾解恶 然后就因为刚好很巧 发生了那个火光之灾或什么 就能够让他那个姐姐信到 连弟弟跟妈妈在眼前被打死 他都还觉得他们在帮他烧灾解恶 其实一般来说 他有时候 他应该是过度迷信的关系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通常在划分的时候 有些人是宿命论 那宿命论者就是说 我可能跟你讲 你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他即使没有发生 他都会觉得将来一定会发生 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 属于就是OK 他可能会有一种是 喜欢挑战性 就是你刚才讲说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注意 可是他就觉得 铁齿 我就不可能 所以通常对于这个 比较执着过度迷信的这一种 就是OK 这个宿命论的 那可能就 他们就是他们主要的一个 挑选的一个对象 因为刚才讲的那个火灾灾 我必须讲一个 民间发生过的一个真实的事情 其实呢 这个所谓的发生 这个火灾这一类的事情 它有分两种 一种呢 就是其实古代 有一些走遍门的法师 它其实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它类似硫黄类的东西 它是湿的 它用纸 或者报纸把你包起来之后 丢在你家 可能附近 旁边边上 然后它只要过两三天之后 慢慢慢慢干了以后 它就自然会 就会烧起来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之前曾经发生过一个真实案子 它也就是说 透过什么 它家里头都会有鬼火 莫名其妙发生火灾 其实那个都是 它一手自导自演的 那你要怎么样去鉴定 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分析 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 如果一旦有接近 其实不外乎 你机械品牙要骗人的话 不外乎两样 一个要不就要骗财 要不就是骗财 神棍帮信徒改运 宫庙却惨遭天连 有一个神棍跟我讲说 那个信徒真的很毒 他要来改运 他说他最近衰到不行 他说好 那你拿回去你家 哪里穿过的衣服 要压在神桌 他要压一个晚上 然后隔天叫他来拿来衣服 有那个晚上那个庙 你机械品牙要骗人的话 不外乎两样 一个要不就要骗财 要不就是骗色 只要他有提到任何一种要求的时候 我觉得你都应该要有说警觉 这个是一般人最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他不知道警觉 比如说有人 有一个女孩子 她曾经被人家 就是说告诉她说 你被恶灵附身 如果你不怎么样怎么样的话 你家里头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你也会死掉 那很紧张啊 很紧张那怎么办呢 他又找了一个老师 帮他处理 最后这老师就说 好我先跟你讲 你这个 你一定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跟你约几月几号 哪一天你到我这边来 然后我来帮你处理 他说那到底要做什么 他说你不能跟任何人讲 他说为什么 他说你讲的话 然后他说法术就会破掉 然后不但那个 而且这个不但做的没有效 还会延获到你的家人 他一紧张 他当然非常紧张 他就好吧 就答应他 他说那到底要做什么 他说早一天你到我这边来 我在你身上用朱砂 你要脱光 我帮你画符 他其实有点疑惑 不过还好他是在 去之前的前一天 赶快打来问 告诉他 我就赶快跟你讲 跟他讲说 这个一般这种就是骗人的 你一定要想 你绝对不能被骗 还好他是因为这样 不然他其实有 如果他晚一天的话 其实可能就来不及 对不对 刚刚谢老师讲的 那些人用的手法 其实跟诈骗集团真的是一样 诈骗集团是说 你千万不能联络什么人 你不能 你的手机一定不能挂 你一定要拿着这个手机 要不然什么什么 自己如出一尺 就不能 因为你只要跟别人讲 旁边的人都会告诉你说 因为当局整迷嘛 旁边的人都会告诉你 这不是 尤其像 如果问到谢老师这些人 他就会告诉你说 没有人讲 对啊 这边其实你说 对我们台湾民间信仰来 你只要跟他讲 恶灵缠身 或你只要在走衰运的时候 大概一半以上的人 都会觉得 一定是有什么什么 所以去化盖子也 或者什么什么 都会这样 所以有很多 就可以趁虚而入 只是这件事情 离谱到 打死两个人 而且就直接 气势荒野那种感觉而已 我觉得像这个新闻当中 就是有几个是值得我们来看的心理现象 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 他有讲到 他有预言成真了 那这个在我们心理学当中 这个叫做预期的自我暗示 所以当他发现说 真的印证了 所以有些时候 他会在这样的状况下 就会把他全部所说话 他全部都相信 他都会信以为真 那我觉得这个新闻里面 还有一个我想特别讲的就是 因为恶灵在我们精神科方面 就是所谓的解离的现象 会有很多异常的行为 譬如说他会失忆 他在某一段时间内 他完全没有记忆 他有可能会变得很痴呆 他的人格会改变 然后他会有多种人格 像我们很常听的24个比例 他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住非常多不同的灵魂 然后他们还会有一种歇斯底里 情绪起伏非常的大量 或是附身自我感消失 解离这个连我们在精神上 譬如说他不会讲英文的人 他会突然会讲英文 而且讲得非常的标准 你真的会感觉到 他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 这不是在常主人这样讲 就是附身 要不然的话就是他上辈子 没有喝了孟婆汤 所以他上辈子 因为他是外国人 所以他要不然的话你告诉我 怎么可能这个人从来没出过国 另外真的我们还有发现 譬如说他原来有近视眼的 可是他在解离的状况下 他不用戴眼镜 他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真的会有一些现象 你连我们都会觉得很难解释 所以当这种莫名的力量 出现的时候 然后他反复的出现 某一些动作 某一些语言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 好像不太对 那请问下我这时候 应该拜哪一尊神 因为如果出现这种 大家真的会吓到 这传统出现的都是这种 因为这个没办法解释 对 所以像很多时候 像我有遇过健科医生 有发现哪里最容易出现 这种解离的现象 军中 军中很容易出现 像很多健科医生都遇过 如果像军中 他们有时候会出现那种 突然有一个军官或官兵 他突然三太子附身 他就开始起当了 然后 可能就送到健科医生 他们就是那种自我感就消失了 然后出现很多很奇特的现象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说一般人出现这种解离的现象 感觉恶灵附身的时候 第一个都不会来精神科 也不会来看身心科 也不会来做心理智商 通常都会去哪里呢 宫庙 找神棍 当然 然后去把这些恶灵散退 用各种可怕的打的方式 然后让这个恶灵消退 所以常常会发生很多悲剧 就在这里 孝小姐 请问一下 刚才讲的那种 那种解离之下 不会讲英文的 有时候讲的英文 或是出现那种什么 对我们传统上 看到所有这些都会觉得 这一定是被复生 这一定是被什么什么 绝对不是一般正常的状况 比如说曾经 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子 她大概十几岁 应该不到十几岁 她到日本去 她到日本去的时候 其实因为她非常娇小 她真的超娇小 就是很瘦 然后她到日本去 然后回来以后 她就在那边 就其实状况就有遇到问题 后来她就去海边 因为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她过程里头是 她的母亲打来 她说她现在在庙里头 就跟她讲一般习惯性 是送到公庙去 请师父看能不能帮忙处理 但是她会突然间讲日文 但是她的日文不是现代日文 是比较古代 比较早期的那种 而且不是 就是因为她有些地方 会有地方的腔调 她还会讲那个腔调的日文 然后第二个是 她可以同时讲男生的声音 跟女生的声音 就是她身上会同时发出 不同的声音 不过她当时因为师父帮她 做一些处理以后 不但没有处理好 那个 大家可能觉得她附身的灵魂 她还跟她讲 意思是说你只有这点到 你还要处理我 所以她那个时候她就说 好嗆起来 真的喔 然后她说那怎么办 她说没关系 她说 她说你如果要送去给别人处理 我就不帮你了 不过她打来的时候 我当时可能把她做了一些 一些东西 然后念了一些咒语给她之后 那她就说很神奇的 她在五分钟 她就听到那个声音 五分钟以后 她静下来 完全安静 她就从此就再没有发作过 所以那些日文忘了 其实她是很希望能够会日文 而且不是 而且那个时刻里头 她是同时离开 三个 三个寺庙的大师傅 压着她 因为她非常地叫 压着她 她的力大 我叫三个压不住她 当时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是刚才讲的这些 对 她就讲说有一些现象 你真的就是也不知道 该什么样去解释 真的没有办法解释 但是从这个案子 一路延伸出来的 金家请问一下 这个案子让大家觉得是好 就刚刚讲到说 有人就跟你讲 你是恶灵或什么什么 我帮你想办法消退 那就算没有用 你要告我诈欺吗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是 这个案子真的太残忍 你看她这里面描述 她这个儿子是怎么打她母亲的 徒手空拳殴打母亲自私 母亲被她打到满脸鲜血昏迷一旁 右拳上全是雪姬 姐姐呆坐客厅一脚 望着弟弟打母亲 完全没有阻止 神棍的那个弟弟在一旁 冷漠以对 事不关己 她的姐姐一点事都没有吗 对这整案子在法律上面来讲 这部分其实我们很直觉去想 这个姐姐当然你说她在旁边看 那可能她没有下去动手 那确实是可能某个程度是没办法 去处理这个姐姐 就是她可能也没有违法 因为她吓坏了 她吓呆了 但是你说动手去打的 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会说 我是因为我想要消灾解饿 所以我志愿被打 那这样子到底有没有罪 那这个因为我们在台湾 有一个罪叫做加工自杀 就是你帮人家自杀 那其实是有罪的 那我们来反推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想要死 然后别人来帮我死 那个人都有罪的话 那这个例子里面 他只是想要把他的恶灵驱散 所以他并没有想死 所以说别人来帮我死 那这样子一定有罪 可是我是说帮你把恶灵打走 只是我下手中了一点 然后把你打到伤 打到什么什么这些 对这样子就变成说 如果说今天是一般的伤害罪 当然告诉乃润你 可能被害人他不追究就算了 但是如果说在台湾 一旦出人命 这个都没办法 一定就是所谓的公诉罪 这个一定是追究到底 那对于这种神棍 其实在台湾 还有一种罪 比较少用 叫做使人为奴隶罪 这种东西就是为了要心理上 我等于是我压破你的心理 让你觉得说你就是我的奴隶 然后整天给你靠着 不管是有形的枷锁 还是无形的内心压力 让你做一些奴隶做的事情 那这样子就使人为奴隶 这个罪就蛮重的 最多可以判到七年 可是像很多这样一些例子 教官请问一下 你自己曾经碰过 有神棍在你面前 胡说八道一堆 但是讲得让你觉得瞠目结舌 刚刚崔文老师讲的解离 心理学是讲解离现象 民众眼睛看起来叫生姬 那我先跟你讲 我们穿制服的警察 我们也在看 大甲妈祖不是绕境八天九天 那最前面有一个叫鲍鱼 他不是背一块猪肉吗 我们眼睛一直看 为什么走了八九天 那个猪肉还是新鲜的 那我们警察站在旁边就会好奇 就问那个鲍鱼 你的猪肉怎么九天了还新鲜的 他说没有啦 每过一个枕头 他们信徒就拿新鲜的来换 他们要拿回去吃平安 所以这样一路一路 一直换过去再换回来 所以你看到永远都新鲜 那不是神迹 那我讲从警察的角度再看 以前第一生第二买兵 现在第一政地 第二廟室 第三做兄弟 现在庙 庙谈判 小五哥你知道台湾的庙 比医院的数量还多 那我们警方从以前七十几年的大假乐 看到连坟墓都 那边都盖一个小庙 从每一种庙上看 看到最多神棍 他们几乎都是铁皮屋 那我遇过很多很有趣的 法师匡称厄运缠身 女子全家遭骗数百万 这个女孩子遇到一个 卖佛具的店主 所以有一天说 其实我有被附身 所以我看得到你的前世今生 还有未来 然后他就讲说 你那个周里可能会下福祖 嗨 妈妈 你没去可能也会犯淘化 所以都要办法 我全家去每天去贡献 一年买掉 从每一种庙上看 看到最多神棍 他们几乎都是铁皮屋 那我遇过很多很有趣的 有一个神棍跟我讲说 警官你不晓得 那个信徒真的 我叫他叫毒诗本 故意 毒诗本 大家有说毒诗本 他说那个人真的很毒 他要来改运 他说他最近衰到不行 他说好 那你拿回去你家拿 哪里穿过的衣服 要压在神桌 他穿过的衣服 结果要压一个晚上 然后隔天叫他来拿衣服 所以他跟我讲说 你看这个信徒多毒 毒到连我的庙都烧走了 那我要讲说 当我们自己是警察 我们处理这么多 如果是我个人自己 我要去找 人家跟我讲哪一家哪一家 我要去找的话 我会不会很谨慎 我最早是因为我们家祖先 那个主持因为有土地纠纷 被法拍了 然后被敲打掉了 那我们再把祖先再另外 再移到别的地方 那从这个敲掉以后 就开始有一些现象 我弟弟去大陆旅游 一回来以后开始发烧 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武汉肺炎 你也讲快一点 他的发烧 他是到私路之旅 最早中山医院跟他讲说 那个可能是一个 因为那个骆驼 有骑骆驼 骆驼那鼻子都会湿湿 最早跟他讲 那叫肺鼻居 那结果住院一查又没有 不是这个病 又说肺结核 那医院谈又没有结核菌 然后X光片又跟他讲 这是肺腺癌 那肺腺癌到最后又没有癌细胞 那这个就闷了 那我一直跟我老爸 那时候我爸还在 我就跟他讲 我说是不是祖先这个敲掉的问题 那我爸爸跟我的讲法就是说 如果他因为怎么样 他不应该会害自己的子孙 再怎么样都是他的亲骨肉 他老人家是这种想法 那我不信我就跑 朋友跟我讲南投竹山有一家 不错 那我就按照他讲的 然后按照那个导航 代代代代代 那你要知道这些 一开始就叫你先拿筋纸 先到外面的 他有一个坛蛮大的 外面先点箱先讲 然后一进来他的鸡筒一附身一讲 他第一句话跟我讲叫我要借酒 如果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滴酒不沾的人 这样吗 我是连烧酒鸡我都不吃的 真的喔 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讲说 叫我要借酒 我就很纳闷 都奇怪 我都还没开口讲 然后第二句话在跟我讲什么 讲说你不要那么宠女儿 那我太太跟我去吧 那因为女孩子出口太快 她说她没有女儿只有两个儿子 对 大嫂已经跟他讲说 没有啊 他没有女儿只有两个儿子 那最后面怎么解决 后来我就按照他讲的 那个金子羞羞羞 然后我就离开了 我这种我大概心里就有底 因为我在判断他的新因素就是怎么样 第一个如果家里有女儿的 一般来讲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人 所以一般有女儿的 爸爸都会很疼 当然 所以他这么一句话 如果说真的我有女儿 可能这句话 讲中了 对 好神喔 对 很神 这叫乱枪打鸟 只要打中几个大概就可以了 对啊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不过刚刚教官讲到说 当一发生你地震的时候 你会跟你爸讲说 是不是祖先的那个打掉 所以造成什么影响 沈老师有很多传统上 我们台湾就这样 当你运势不好 有些人也会讲 要不要回去看看祖坟 要不要回去看看什么样 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什么 有很多都会直接回头 先想到这件事啊 对 因为曾经我们也有曾经露营的时候 就是某位主持人 他是直接跟我讲 他说 他问我一些实际状况 他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男朋友的爸爸 心脏突然间怎么样 就突然倒进送医院去了 他讲的症状 我就说 依照症状的判断 我们在风水上面来说 应该是 祖坟前面那个明堂那个地方 应该有出水口 水口塞住了 那出水口塞住的话 通常会发生这种状况 那他 我记得他当时回去 第一个就是 当然就跟他男朋友 连夜就赶回去 就去通 他就发现真的积水 他就通通通通通通 通完之后再回去 第二天 他的父亲就醒过来 最重要的是后来 他爸又突然间又倒下 他立刻跟他男朋友 又跑回去 又跑回去 是要再通吧 发现就是又塞住了 他就通通通 果然 他的父亲又再醒过来 这个所以其实有时候 你要说事巧合 民间一体有统计学好 他说因为怎么样 可能会发生什么 但是刚才交换 讲的这种方式来说 一般是江湖派 江湖派底头 他其实有一些特定的 比如说一个女孩子 如果年轻的女孩子 你要去到 他一看到这么年轻 应该是问感情 那你说一定的年龄 看起来就像妈妈 那OK 那有可能 他是不是 尤其一定年龄以上 那你是不是你的小孩 要结婚或者是要考试或什么 但是他就会依照年龄层 他发固定的问题 通常有时候他们是用 前面用引导式的方式 然后让你开口去讲一些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自己心里头可能也要 稍微有一点点 是要有一点底 OK 其实这个案子是因为 太严重到 包括出人命或什么 可是一般碰到 如果真的心有 邪念一些神棍的话 最重要的两种 刚刚夏小姐开始就讲 一个骗财一个骗色 所以 这样 你讲骗财 这个是最常发生一些的 最多 社会经文这种多到报 对 多到报 基本上可以天天都遇到 那我碰到一个很著名的案例 就是说 那时候台中有一个女孩子 其实她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她常常就会想说 只要心里有一点点不顺遂 就喜欢去找人家诉苦 去找人家聊天 那好了 终于有一天她遇到一个 曾经当过法务人员 大器人员当过法务人员 后面改去卖佛具的店主 那她就跟这个店主很聊得来 天天跟她聊天说 我家有什么问题 怎么样 怎么样 讲久了 这个佛具店的主人 她变成最了解她家的人 突然间就有一天说 你看我这边很多佛具 有光明灯 有莲花什么 其实我们也认识那么久了 我不好意思跟你讲 其实我有被附身 所以我看得到你的前世今生 还有未来 那当然我也不要跟你讲太多 我觉得你家里点一盏 光明灯就好 这一盏不多 25万 25万 点了之后你大概会好过一点 那这个女的想想 她跟她认识那么多年 那也信以为真 好我就买她25万 买回去 那事后这种状况就不断的发生 然后她就讲说 你老公桃花缠身 如果你不赶快办一场法会 那完蛋了 你不但是只有你的老公会出事 包括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兄弟姐妹 来我现在帮你预测 算了 你的 你要跟你爸爸妈妈讲 你那个走理可能会下符咒 嗨妈妈 你要跟你妹婿讲 你妹婿有个女孩子在追她 那可能也会犯桃花 所以都要办法会 结果他们家的人就信以为真 他就跑去讲 一直塞人 崔芬 我要跟你讲 我要小子 全家被他弄得都 有大师可以解吗 我真的是佛具店的老板 很厉害 全家去每天去贡献 他办法会的买佛 那个莲花 买光明的买莲花 一年买掉735万 那好 结果 全家人都没钱了 家里的人都贡献给他 没钱了 这个佛具店的老板 也开始就 看你没钱 我也懒得去跟你哈拉那么多 所以就渐行渐远 所以他常常去问事 他就随便应付他 那后面终于 家里有成员清醒了 就想说 就去台湾地检署告 告 告这佛具店老板 那佛具店老板 从头到尾就讲说 我从来也没跟他要过钱 我只是叫他给我买东西 我只是叫他说 你钱拿给我 我帮你办一场法会 所以你说何来的 什么詐欺 之有呢 那这个检察官就很认真 他就真的很认真 然后就跟他问事 然后才发掘 很多民众到佛具店来问事 然后他每一个都收钱 那收钱之后干嘛 那收完钱之后 一开始讲很虔诚 那收完钱之后 他就开始在玩他电动玩具 然后甚至还跟着佛具店老板说 譬如说他听到 要帮人家办法会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会 就从头到尾完全都没有 好 全部证据收集到之后 马上起诉 OK 所以淨家这个要起诉 说实话不是这么容易 对 所以像这种 我在想 他像 这里能够起诉 当然有没有沉醉 我们可能还在追踪 但是他能够起诉一个关键 可能就是 他有答应说他 比如说办法会 可能没有去办 那就表示说 你这收钱不办事 就像很多的投资诈欺一样 这样才有办法起诉 不然你说卖佛牌 点光明灯 一个二十万 搞不好有些人还嫌便宜 这样吗 像我之前就有遇过那种 我一个学长 他说他比我玩考上 但是他考运不好 玄棍自称龙王 骗财骗色 受害女子 签下天价本票 他就对外自称说 我是龙王 那他一看这个女的 年轻 他就随口 你后面有跟三个小孩 那我要帮你办一个 龙横法会 就是双修 用我的金刚柱 打走你的恶灵 而且他每次行完 龙横法会之后 还要签本票 12个女孩子 我之前就遇过那种 我一个学长 他说他比我玩考上 但是他考运不好 然后他就是那种 他就一直要考 我说哎哟 其实考试不一定代表什么 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他说不行 因为他小时候 有一个算命的人 老师跟他说 他有法官命 所以他就一定要考上 一定要考上 后来还是考不上 他就有一次那种 考久了 都知道就是 那种内心会扭曲 然后他就去砸店 然后后来反而被 被这个老师告 然后他去开评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 这个人是他先骗我的 他说我有法官命 结果我根本没考上 那有法官就说 你只是现在没考上 又不代表以后没考上 干嘛火气那么大 所以到这个 当然就是 当然就是他 那个砸人家东西 可能之后和解了 都没事了 但是就是要告诉各位观众 像这种宗教炸彩的 你会觉得是炸彩 但他如果实际上 有给你一个东西 那个其实他就没有诈骗 因为那是宗教自由的一款 OK 你很多听到这些例子 都会觉得说 春夫于妇嘛 所以你们才会讲 谁跟你说的 这种事情 教官 没有人跟你分什么 什么种族地狱 学历资历 没 大家都会很信这些 有很多 我们看过的案子 那个学士之高 对 然后就会讲说 你怎么会 而且被骗的钱很多 其实我们也很好奇 为什么我们办到这么多 博士的学历 而且这个博士是中央警察大学 犯罪防治系 那个都分化到法务部的矫正师 到监所 那其实上 就像刚刚谢老师讲的 可能就是说 他先前先有一个 有一个让他坚信不移 比如说一倒下去 通一通 就好了 那这个是什么 他有一个亲戚有癫痫 那点醒到秋天有时候会发作 都会叫 叫了以后 他带去那里 那老师跟他讲说 我先跟你做一点法 七天不会发作 就真的是七天 那你认为他信不信 是 他比如说 你今天要问感情 他叫你先到外面点香 他还叮咛你 我们一般香炉点香 是不是会着火 那一般有的用嘴巴吹 有的手这样甩 那一告诉你说 绝对不能吹 因为你感情 你这样一来就吹了 你每一次来都吹了 你知道吗 那这个心理又觉得 很准 先跟我这样叮咛 难怪以前我都 傻乌乌的都这样吹了 那就是这样子 一点一点 从一开始欠小钱 后来越来越深 越来越多 那到最后 他甚至为了这种 供养他 等于说 跟地下钱庄借钱 跟地下钱庄借钱 最后总共共养 四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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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个公务员 你叫他到哪里去 而且地下钱庄 那是不得了的 对 那因为要跟地下钱庄借钱 他要伪造很多资料 他愿意看到 你有这样的薪资收入 你有这样的资料 那到最后 甚至都被移送还 所以真的是不管你的学历 资历或是什么 因为当人碰到陷下去的时候 或是碰到这些低潮 或是困惑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对 因为我真的觉得跟学历 什么都没有关 比较会有关的 会是你在心理上 你掌握不到那个 你可以掌握的 那你在很脆弱的状况下 你需要有一个 超过一般人的力量 所能够控制的人 来帮助你 那我会跟大家分享 大部分的神棍 他们其实蛮会运用心理学的 他运用了几个重要的心理学 像刚刚大家提的 他会问你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状况 你是不是有什么状况 这在心理学叫做 真体认同 所以当他得到你的认同之后 只要你说三个是 是 我有这个状 是 是 那就进入一个催眠的状况 所以我会跟大家说 如果即使你的学历再高 你进入到一个潜意识 被催眠的状况 那他说什么你都会 是 是 是 我遇到我很多朋友 真的高知识分子 然后有医生的 也有做我们心理相关的 然后他们都对某一个大师 崇拜不已 有非常多崇拜的仪式 然后遇到什么 就譬如说 特别是家里的人生病的时候 他就会说 你遇到这个状况 你打电话给我 然后他在电话里面 就会跟他说 我现在帮你做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的仪式 然后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法 然后我尽力 把你妈妈从鬼门关里面救回来 我只能尽力 然后尽力了之后 其实真正尽力的人是谁呢 医师 把他妈妈从鬼门关里面救回来 但是功劳都归谁呢 大师 大师 然后他说真的 谢谢你大师 谢谢你大师 你把我妈妈从鬼门关里面救回来了 谢谢你 然后之后 他真的对他言无不听 就每一句话 就全部都是言听计从的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心理的操控的方式 那如果妈妈没有度过 他也会说 大师尽力了 那是医疗的问题 对 大师尽力了 医生好倒霉 这功劳应该归我的 结果后来归大师 如果发生什么结果 他就会说那别犯 那医院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也没 这太不公平了 对 所以这就会变成说 我们在心理上 会形成一个归因的偏误 所以当你深信不疑某个人的时候 他所说的都是对的 那之所以没有办法达成 是另外一个人没尽力 医师 可是刚刚崔芬这样讲 夏小姐请问一下 就打电话说 好 我现在在电话最头 帮你做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就可以吗 其实要看他就是 比如说有一种是 我在电话中直接在处理 你现场那边有没有反应 那立刻改变了 那有一种是这一种 有一种是就是说 他就是刚才讲的 他可能跟你讲说 我这个可能要 另外正式去办一场法会 或做什么 那处理好以后 那再来看结果 那一般来说 电话中可以接的 大概一般就是这两种 那有一种是属于 比较偏向江湖派 江湖派的人 有人有真的有学 那有会法术或什么 那有的就是 他们是教你口条 就是你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引导他 那如果他真的 比如说他是年轻女孩子 要真的是感情的问题 好 那接下来 那你要怎么样那个 好一二三 他就有一套他们的模式 在运作 OK 这个刚才就是讲说 碰到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前面讲的就是 骗财的这个问题 平常讲有很多时候 刚那个四千多万 都已经让大家觉得说 你怎么会一路上这样 可是骗财也就算了 那这样 是 骗色 你看过最多那种案子 就会觉得说 怎么会这个人跟你讲 说什么双修的 讲那种什么什么 但就是有很多 他就是跟着这样做 其实我也百事不得其解 但是基本上我统计 统计出来 会常常受骗的 通常大概有几种状况 就是说年轻女孩子 只要讲两种事情 他大概就会上当 一个大概就是感情 第二个就是事业 那未婚女孩子 那他们只要讲家庭 或是夫妻失和 大概也会上当 那我看过一个最扯的案例 有一对年轻夫妻 才三十出头而已 那这个老公也是无业游民 那他们租在一个那种 在卢州的一个公寓的 算是屋顶的家蓋屋里面 那这个老公他就对外自称说 我是龙王 对 那你随便讲个龙王 谁会信你 然后他就好 他说因为我前一阵子 去泰国旅游的时候 我碰到那个泰国白龙王 白龙王之后 他就附身到我身上来 然后每天晚上来跟我讲很多话 那所以我可以看出 很多女孩子的心思 那其中就有一个 住在他附近的邻居 大概也常常听他讲 你遇过白龙王 因为其实很多人对白龙王 是不了解的 好 去问他 那他一看这个女的 年轻 一来又要问什么 问感情 他就随口大概就问了 你后面有跟三个小孩 那女的一听就吓了 因为这女的有剁过胎 三次 对 不见得有三次 但反正剁过胎就是 一听到有阴灵跟着 整个人就慌了 那好 那有阴灵跟着那怎么办呢 那我一定要把这阴灵去掉 消灾解恶 那他就说既然我是龙王 那我现在就要帮你画龙咒 那什么叫画龙咒呢 凡事都以龙为命名 那龙咒就是要你全身脱光 他开始拿朱砂笔 最好消失还用水彩 我来身上画 那画完之后呢 好 龙咒画完了 你的灾病没有解 那我要帮你办一个龙恒法会 就是永恒的恒 必须要 那我要用我的金刚柱 打走你的恶灵 金刚柱 我就看到这个 这个我都昏了 好 结果他就用金刚柱 用力的处理它 把恶灵打走 那这女孩子就 就这样子被他这样处理完之后 就觉得说我的阴灵就退散了 因为你都知道有阴灵跟在我中 他就去跟他的姐妹涛讲 然后就一大群人 就跟着他去信了这个龙王 那后面这龙王 看这一群人信了之后 都用同样的手法如法炮制 等一下 他是有太太的人不是吗 对 所以他太太在旁边就看着这些 对 都在当帮猪犯 对 然后就在旁边 帮他处理任何的事情 你看这对夫妻 多天才但是多恐怖 他使出一招最放大绝 他说我今天是你们的龙皇上 所以你们必须要用 要每个月定期用龙公养金 这个就恐怖了 这些女孩子竟然把她们每个月 所赚的薪水全部都交给她 而且她的这些人的零用钱 都是由这位龙王 每个月按月分三千块五千块 然后其中有好几个这种上班族的 OL小姐 每个月喝白开水吃那个吐司 然后偶尔去买个泡面吃 然后就已经饿到冻不住了 他还说不行 这是龙王的共金 你们不可以随便使用 要我分配 这个人加起来就十几个 而且他每次跟他们 行完这个龙横法会之后 还会说 皇上赐给你们那么多的快乐 帮你们消灾结恶 你们还要签本票 签签后12个女孩子 签了873亿的本票 我刚才不以为873万 我现在873亿 873亿的本票押在她那边 对 你说扯不扯 然后这些女子被警方抓的时候 因为后面 当然其中有人觉醒去报警 警方抓的时候 还一堆人出来阻挡 她是我的龙王 我们都是龙女 我们是龙女护卫 对 你不可以抓我们的龙王 对 那后面当然 这个案子去年 其实已经到二审大 她被判了27年 她还是继续在上诉 各位帮我解释一下好不好 谢谢谢老师 谢老师请问一下 我们听起来都觉得这么可笑 可是人还不少 因为他基本上 他用了一个宗教的一个 很容易让人产生迷思的部分 究竟神棍利用了什么手法 令被害人深信不疑 谢老师 谢老师请问一下 我们听起来都觉得这么可笑 可是人还不少 因为他基本上 他用了一个宗教的一个 很容易让人产生迷思的部分 也就是说 在密宗里头 他有提到一个叫双修的部分 就会有一些男女共同的 一些知识跟动作 这些东西就变成后来很多 他们用来做这个 所谓片色的一个基本模式 所以后来很多 正统的密宗的人 人士就出来讲了 意思是说 密宗里头虽然有提到双修症 但不是指你们之间 讲的那种方式 大部分用到这种方式的话 十至八九大部分都是在片色 我后面还有一段没有讲到 因为这个龙王 他恐吓这些女孩子 说因为我跪为皇上 女人不可以帮我怀龙种 因为怀龙种 会危及我皇上的地位 所以他要求 其中要求了十几个女孩子 每个月要定期持币云咬 还有一堆人被他骗说 你不能怀龙种 所以你必须要去劫渣 一堆女孩子跑去劫渣 所以如果你有闺蜜 来跟你讲说 我告诉你 我认识一个龙王什么什么 你会觉得 这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我想提 这个案例当中 有一个最原始的恐惧 就是他们的心理状态 就是 因为他有讲到英灵 因为有非常多女孩子 因为我做心理諮商 的确有遇到非常多女生 当他们拿掉一个孩子之后 然后如果说 他们可能 终止生命不止一次的话 其实他们内心深处 对这些孩子 是有罪恶感的 所以基于这样的罪恶跟恐惧感 也的确很容易被操控 所以像很多人 他们会 虽然不是用这种什么双修 可是他们会在寺庙里面 或是去哪里 去祭拜他们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他某一个程度 也操控他们这样的一个 心理状态 因为我觉得原始是在于 那个英灵 所以夏老师 像英灵的这些一定有很多人 很多很多 那心里面跳 或是做什么不顺的时候 就觉得是不是 因为当时拿掉孩子 所以是英灵产生或什么 真的会有什么英灵产生 或什么这些 我是看过 但必须这样讲 就是说有 但是是不是 但是每一个都这样吗 不一定 您看过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我们曾经去 录影的现场 那其实我们可能 录影的现场就是可能 要到厕所去 我记得要走进去 那摄影机已经拍进去了 那照理来说 正常的情况 我要带头走进去 其他的这个 大家才会跟着进去拍 可是我走到那个门口的时候 我突然退出来 然后 通常这个时候 主持人他有时候 反应比较没有那么快的时候 就会走进去 走进去之后 突然发现我没有走进去之后 他们就会退出来 那就站在门口拍 那我记得那一次是拍完以后 当天晚上 我记得我当时问了那个女主人 我说 你五年前是不是拿过一个小孩 她说对 她五年前拿过一个小孩 你怎么会迟到 我说没什么 然后我就没有再多说了 然后后来当天晚上 在捡袋子的时候 在袋子里头 就是那个空无一人的浴室里头 这个镜子里头就反映 有一个人影 模糊的人影 高度 他问我说 老师那你看到的高度大概多少 我说你从地面算起来 大概120公分 他说对 差不多地面算起来120公分 所以第二天再打给他 又请那个屋主再到现场 去看那个影片 然后确认 你们看过这个人吗 里面那个影像 没有我们村子里头 就这么大 大家每个小孩 他是村长 每个都认识 所以 当然后来后续这个部分 他也做了一些处理 但是我必须这样讲 如果把一些 大家如果把一些心理上面 可能我遇到的一些难关困难 一些可能不顺的地方 通通归咎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很容易被这个 舞蹈跟利用 好 谢谢老师 最后可不可以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 就是大家都有信仰 但那个信仰怎么样 不会走到我们讲说 过渡到走火入魔 或是说当有人在告诉你一些事 你要怎么样去分辨 除了跟你讲太大的金额 或是跟你讲 我要帮你什么 要在身上衣服要脱掉 这些 除了这个方式以外 还有什么大家可以分辨说 到底是不是神棍的一些方式 其实一般来说我必须这样来换个角度 我们本身 我希望大家第一个 你要有正念 其实当你有正念的时候 就算你可能不一定得到神明的帮助 你都会有正向的一个方向 只要你有正向方向 其实就算没有神明帮助 你也不会走偏掉 但是一般来说最怕的就是 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的时候 就容易受到人家的影响跟语言 那么容易让自己的方向 慢慢慢慢的在这个可能中间就流失掉 其实我目前看到最多的部分 还是因为就是类似我刚才提到 我们在很多的老师 他们在讲一些可能一些讯息给对方的时候 很多会有分两种 第一种我比较鼓励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你要跟他讲比较正向能量以外 第二个你要依照人来讲话 不好意思 我讲我的角度是这样 你要依照人来讲话 他是属于我们讲有些人就是 他就比较正面能量 你就给他正面的能量 那如果他是属于 我刚才讲说很容易 因为我悲观型的那个人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给他更正面能量 是怎么样去做会更好 而不是透过法术 或者一些这个所谓的 其他的偏方来让你能够获得正向能量 就像很多人特别问我 他说我要是用什么方法 我才可以赢到偏财 我就常常在讲 你一个人赢到偏财 可能有十个家庭会受害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 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些 自然就不容易受害 你讲完后面的我就不好意思问你 我怎么样能够赢到偏财 你刚才讲很多人会问 你讲会有四个家庭 那就算了 不过刚才来宾所提到的这些 就是都是在告诉你说 其实信仰是帮助自己 心灵的稳定 那你一定听过一个 也是犯笑话吧 有人去求了财神 然后财神就允诺说 会让你发大财或什么 结果到最后 那个人就是没有发大财 然后最后死了以后 就去告状说 这个财神就是违背诺言 他跟我讲财神就说 我怎么没有 我钱送到你家门口 你不开门啊 你连门都不开 我怎么可能让你发大财呢 那很多事情 都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那信仰真的只是稳定心灵 千万不要走火入魔 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真正有词 我们下次见 拜拜